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0月9号星期一 哥伦布节 克伦布时代 美国的节日 前两天我在视频节目中 谈到中国作家莫言 靠抄袭剽窃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那些网友和网民 已经给我发信息 要求我把这个事情 跟大家谈一谈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 谈一谈这件事情 中国作家莫言 是在2012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得奖的他的主要作品 是《风辱肥腾》 当时就有一位 旅居瑞士的中国作家 叫玉智关 他也是我的朋友 他跟我提到 莫言长期以来就有 模仿、抄袭、剽窃的 这么个习惯和重大嫌疑 那么受他的提醒 我就去对比了一下 因为莫言得奖 他号称有一个魔幻 现实主义手法 其实这个手法是 哥林比亚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1982年先 二、三十年前 所创造的 独创的一个手法 那我就把加西亚·马尔克斯 当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作品《百年孤独》 跟莫言的这个作品 丰主肥团 放在一起做了一个仔细的对比 就惊讶地发现 莫言不仅是直接照搬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而且他在这本书里的 人物设置 故事情节 背景安排 以及前后的顺序和氛围 铺垫烘托等等 都全盘地照搬 抄袭、剽窃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这个作品《百年孤独》 比如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里面 塑造了一个母亲的角色 贯穿死中 这个母亲叫乌苏拉 她照看几代子孙 结果莫言在她的作品 《风乳肥团》里面 也塑造了一个叫做 《上官鲁儿的母亲》 贯穿死中 照看几代子孙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 描写了一对双胞胎 和他们的故事 同样在 莫言的《风乳肥团》里 也写了一对双胞胎 和他们的故事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 写了孤子乱伦的 这些情节 同样在 莫言的《风乳肥团》里 也写了孤父和子女的乱伦情节 情节非常相似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 写了 描写了一位活到两百岁的神人 这个同样在 莫言的《风乳肥团》里 也写了一位活到一百二十岁的仙人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 写了一个叫做 《雷梅黛丝的女子》 坐坐毯子 飞上了天 结果在 莫言的《风乳肥团》里 写了一个叫 《上官领地的女子》 飞上了树 在马尔克斯的作品里 他用的那个背景 故事的背景 是哥伦比亚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内战的背景 这个莫言在他的作品中 《风乳肥团》里就写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 国共内战的背景 当然也写了一些中日战争的背景 这些人物设置 故事情节 这个背景安排 极其的相似 惊人的相似 更重要的是 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首创 独创 是他的发明 结果 莫言把他照搬 搬过来为己所用 一点都不含糊 当时莫言写这个作品的时候 应该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有一天他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他以为中国读者不了解 不熟悉加西亚马尔克斯 和他的百年孤独 因此他可以在中国读者那里 瞒天过海 蒙混过关 让中国读者以为 他是多么的想象力丰富 多么的有创意 甚至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令人惊奇和敬佩 而且莫言也肯定没有想到 他这个作品居然有一天 能够在诺贝尔文学奖 评委们那里 蒙混过关 蓝天过海 这些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 还以为 是莫言自己创造了一种 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境界 因此 好像还对他很欣赏 因此前后相距30年 1982年 加西亚 哥伦比亚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 用以他 主要以他 百年孤独这个作品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30年后 2012年 中国作家莫言 因摸仿 抄袭 剽窃 全盘摸仿 抄袭 剽窃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 百年孤独 以莫言的主要作品 风辱肥囤 为主要作品 获得了 诺贝尔文学奖 这不是中国人的光荣 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这是很不光彩的一页 这也不是 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耻辱 也是很不光彩的一页 被骗了 莫言自己很心虚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很多人说我 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 他这个我也承认 其实他说受了影响 这个说法太轻微 太表面 事实上 他哪里是受了影响 他是全盘的照搬 抄袭 剽窃 因此才有了 这个所谓风辱肥囤 这么一个作品 但他的其他作品中 也充满了 抄袭剽窃盗版的一些痕迹 我们就不一一而举了 关于莫言 抄袭剽窃 照搬 马尔克斯作品的事情 我在我的几本书里面 都有提到 像在我在2014年 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 叫 品行下来的中国人 我专门写到了这个情节 写到了这个情节 莫言 抄袭剽窃盗版的情节 向日本读者介绍 另外我在2015年初 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 叫 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也写到这个 这个莫言 剽窃 抄袭 照搬的这个情节 另外在2015年下半年 我在台湾出版一本书 叫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 这本书里面也是详细的写了 莫言 照搬 抄袭 剽窃 模仿 这个 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的这个情节 如果读者和网友感兴趣的话 在香港 可以看到我那本书 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在台湾 可以看到 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 在日本可以找到 品行下来的中国人 都可以看到其中的详细的情节 在那本书里 我不只是写了莫言 他的这个 照搬 模仿 抄袭 剽窃 这个行为 而且还写了 大量的 举了大量的例子 讲中国的教育界 文化界 学术界 等等 这些大量的 抄袭 剽窃 盗版 照搬 模仿 等等行为 包括中国的像 押运会 奥运会 世博会 甚至中国的春晚 多次的 大量的 抄袭 外国的作品 他们里面的 什么文艺作品也好 文学作品也好 等等 都在抄袭 盗版 剽窃 所以中国 在过去三十多年 我说过 就是这么一个国家 从科技领域 到学术 到教育 到文艺 到各个方面 都是全盘的 抄袭 剽窃 盗版 完全没有创新 因为中国人的创新能力 已经被 这个共产党 68年的铁血统治 所扼杀 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国度 不可能有这个创造的自由 所以这个曾经有四大 四大发明的 这个文明古国 早已经被 这个 一个党 一个铁血专制的党 给扼杀了活力 扼杀了创造力 和创新能力 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的 抄袭 剽窃 盗版 我刚才之所以提到 我这三本书 我也是想说 莫言 这个 我想 他不敢 这个反驳 我的对他的揭露和指控 以及这个瑞士作家 预知官对他的揭露和指控 因为我在 先后在日本香港台湾出书 都提到他的抄袭 盗版剽窃这件事情 他没有任何反应 我想 如果有五毛党 看到这个节目 也可以转告莫言 如果他不服气的话 他可以提告 他可以上法院 但是我可以断定 莫言只会装弄作洋 他绝对不敢提告 也绝对不敢上法院 如果他要上法院的话 这个我这三本书 在日本香港台湾出的三本书 那就是现成的证据 指控他的证据 同时我做这个视频节目 也进一步的指控他 重复我几年前的指控 所以我断定 莫言根本不敢提告 因为提告的话 只会败诉 只会让他在全世界面前 这个出仇 出洋相 而且让很多不了解 他抄袭剽窃盗版情节的这些 中国人对此有所认识 海内外的华人对此有所认识 当然我也欢迎海内外的华人 把那两本书拿在一起来对比 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和莫言的风乳肥腾 大家放在一起来比对 我相信广大的观众听众网友 和海内外华人 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惊人的相似之处 大家都会惊叹 这个所谓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个莫言 有多么惊人的 抄袭能力 剽窃能力 模仿能力和照搬能力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